好 下午5点钟来看到最新消息 应小微在下午1点的说 是被借题到北检应讯 那么大概在下午4点半左右 还压北索 目前在北检的最新进度如何呢 最新状况我们先交给主播陈静怡 好 立刻带你掌握在北检的最新状况 就在稍早4点30分左右呢 台北市议员应小微已经还压北索了 她是在今天下午的1点37分左右呢 那么被借题到北检来问讯 那么大概是经过3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再度关押北索 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呢 她这个准备上球车的时候呢 同样是用文件那么包裹住 她这个被手铐靠住的双手 就是不想要让大家拍到那 靠上手铐的画面嘛 所以呢 她是用文件再度的遮挡住了 好 那么这也是呢 这个台北市议员应小微 在8月29号遭到收押过后 时隔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 再度在镜头前面露面 可以看到呢 她是素颜那么扎起了马尾 至于国民党会不会党计处分应小微呢 对此国民党今天有最新的说明 这是国民党的中常会表示 将会请考计会 找时间来开会 那在北检的一个最新画面 还有包括在稍早呢 是这个北检 好 我们先来看到最新现场 是北市的前副长林青蓉现身 北检赋讯之后请回 那么目前最近状况 我会随时为您掌握 持续交给敬意 因为大家都有问题 想要来问她嘛 但是她只有低调表示 尊重司法 而且因为一度找不到自己的座车 所以走错了出口 那么呢 再绕回来 所以整个过程可以说是 有点混乱在过程当中 还有不少的媒体记者 因此呢 就跌倒了 那大家也很担心 会不会有受伤等等的一个状况 那么可以知道的就是 好 在沈庆金被二度 这个借题到北检问讯之后 那么还有彭震生 柯文哲在今天则是分别是 早上是沈庆金 下午则是应小微 那么被借题到北检来问讯 好 因此在北检的最近状况 会在随时的为各位做掌握 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这个现场要来关注立法院 民众党团主任陈志涵指控 新竹马歇儿童医院的容积率 从250%报算到450 新竹地检署结案表示 查无违法 新竹的代理市长邱成远 也有最新回应 赶快请记者徐宇成 告诉我们宇成 好 主播观众 要带您来关心 提升容积率 是否图立 难道又要有新的战场了吗 那这战场会不会是我们身旁这一栋新竹马歇儿童医院呢 那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民众党的党团主任陈志涵就发文表示了 他呛下说他指控 这个新竹马歇儿童医院容积率从250%提升到了450% 难道没有涉及图立吗 这陈志涵还呛下说啊 要查图立就大家都来查 那么同党的新竹市长代理市长邱成远被问到这题 他也做出了最新回应 柯文哲主席过去也讲过 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所以不管对于新竹市民大家关心的 不管是在医疗的资源交通的改善 甚至是相关教育文化的一个推动 这个都是陈远心心念念 我想我们以民意为最终的易规基础 由于新竹地检署已经调查了 并且已经在今天表示查无不法 不过陈志涵的说法就已经引起了新竹地方民众的不满 认为他是不是想要转移柯文哲涉入金华城容积率弊案 因此现在提出了这些来作为转移焦点的目的 那这个状况就让代理的市长邱成远赶快来缓夹了 说我们是相当相当的重视新竹的儿童医疗的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陈志涵的说法就被外界认为说 他可能原本是想要打击前朝的市长林志坚 但现在呢反而要让邱成远来替他还家 只是这一切呢要看能不能有效的救火 都还要来看新竹的民众愿不愿意买单了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现场问题找到这些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 民众党在今天开中央委员会 主要规划全台宣讲的活动 不过针对外界质疑 柯文哲是否不止一次到陶珠影园呢 发言人无以宣有最新回应 最新港版请记者周佩玉告诉大家佩玉 好 主播观众带您来关心 今天呢民众党是召开了主席柯文哲被积压 进建后的第一场中央委员会 那讨论的内容呢 就是要针对这个全台宣讲的活动 因为呢民众党现在要主打一个 遍地开花的路线 也就是在北中南东 其实他们都已经规划好相关的宣讲活动了 不过针对外界质疑说 这个柯文哲主席被国民党的议员 钟小平爆料说 其实不止一次到陶珠影园 甚至在选前甚至在市长任内 都曾经和沈庆金到陶珠影园过 现在呢民众党的发言人 吴宜轩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先带您来听 首先呢 钟小平议员的爆料 应该由钟小平议员来提出证据 所以也请媒体朋友们 帮我们去询问钟小平议员 他说三次他的证据在哪里 某周刊的报导 又如同写小说式的方式呢 在进行报导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通篇完全都是过去 我们已经澄清再澄清的讯息 被拿出来冷饭热炒 好您可以听到吴宜轩 他是认为说 如果钟小平要爆料 其实他就应该提出相关的证据 另外针对说陈佩琪今天呢 被静周刊爆料说 透过ATM存款了六十几次 而且这个金额呢 是高达619万多元 对此呢吴宜轩也是回应说 其实陈佩琪先前 就已经向简连交代过相关的金流了 对此就不愿多做回应 以上呢是现场最新 把时间交还棚内 金华神弊案最关键的突破口 就是他 维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这题有好一点吗 主席要转悟点赞人呢 二度被检方借题 沈庆金穿蓝白托 坐着轮椅接受讯问 对比他上一次来开庭 同样坐着轮椅来 但是返回北锁时 却自行走上球车 沈庆金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 难道这一次也是要打健康牌吗 如果沈庆金一旦被问完 后面很可能再问柯文哲 或者是问应小薇 因为都直接跟金流有关 沈庆金到底他这些旗下的公司 钱到底怎么最后到柯文哲手上 这都是检方最主要要问的一个重点 毕竟收贿案 检方想办的不是白手套行贿者 他们最想要揪出 到底有哪一些官员 把锯款收进口袋 这一次提讯沈庆金的是 北检金流高手 检素黑金专组检察官郭建宇 主要要厘清 沈庆金账上两笔公关费用 1.8亿加上2.5亿 总共4.3亿元巨款 论功欣赏了谁 是威京的员工 还是柯市府公务员 另外根据金周刊报道 简联搜索柯文哲家 关键的USB 记载2022年11月1号 小省1500省庆金 这究竟是时间点 还是1500元 或者是1500万 柯文哲10号 已经向检方解释 而沈庆金的供词会相同吗 这将牵动柯文哲 涉嫌涂利还是收回罪 另外台北市议员 应小为 预计11号下午 也会被借题 这是他收押之后 将首度出现在镜头前面 应小为收了沈庆金 4740万 确定的是 他拿将近1000万元私用 但是剩下的钱又去哪了 检方马不停蹄 以疑借题 犯罪的网络逐渐成型 究竟有谁说谎 终究会被裁穿 东森新闻抓解令 上约张仲华台北报道 那我们不禁怀疑 都委会都还没有召开 你们怎么协调会 就已经在讨论 相关的回馈设施 要市府的单位来协助 那么有把握 难道是已经知道 都委会一定会通过吗 请问是不是内神通外鬼 议员林岩凤拿出实诚表 发现110年金华城案子 在召开都委会前 就先开协调会 内容还直接讨论回馈问题 让林岩凤认为 当时恐怕就已经涉及不法 早就已经都敲好了 柯文哲下辩条纸是事实 而且是跟着沈庆金 应小微 他们的协调会的节奏在走 那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柯文哲 你说你事前都不知情 但是现在证据 跟证人的公词 一一的浮现的状况之下 你要怎么样子来自圆其说 林岩凤还拿出 产发局同仁的对话记录佐证 确实柯文哲过去有透过便条 要求产发局处处理人员快就好 后续因为基层公务员 担心害怕坐牢 才会纷纷把当时自保证据 提供检调或是透露出来 而随着相关事证越来越多 柯文哲是否涉入弊案 真相也会越来越清楚 东森新闻泰保导 好 另外一个最新的现场 要持续来关注的是 检联真办了金华城的 容积率弊案继周一之后 今天二度提训沈庆金 主要要追查1500沈庆金 到底代表什么 要把时间交给主播静怡 好 就在今天的早上9点30分 北检再度提训了 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这也是继周一之后 那么在周二提训的是彭震生 那么下午是柯文哲 在今天又轮到了沈庆金 早上的时候律师分析了 这很明显就是要来查金流 因为整个行贿的过程当中 钱从哪里来 当然就从威京集团来 所以呢 检方当然希望能够突破 沈庆金的新房 尤其沈庆金可能又因为 健康因素很想要出来 那会不会去转污点证人呢 那么就在早上9点半的时候 沈庆金人已经来到了北检 那么在刚刚也就是10点58分的时候 沈庆金的律师胡渊龙也已经来到了北检 而这次会提训沈庆金的人是谁呢 就是北检整个办案团队里头 专责分析金流 这检素黑金专组的检察官 叫做郭建玉由他来出马 他要厘清的就是整个金华城案 他在涨胖的过程当中 容金率暴增的过程当中 除了行贿台北市议员应小微之外 是否有去行贿其他的官员 而北检除了已经二度提训了沈庆金 那么昨天提训的是彭震生和柯文哲之外 就在今天下午将会首度要提训的人 那也就是台北市议员应小微 我们从这个周刊的报导里头显示呢 这个威京集团那么涉嫌行贿应小微4500万元 那应小微拿了这4500万去缴了他的房贷 那么还给了这个子女出国留学用之外 有1500万的金流是下落不明的 而就这么刚好柯文哲的USB里头 有2022 111小沈1500沈静晶 好这又代表怎么样的意思呢 所以这是现在北检能要持续追查的地方 所以才会二度嘛去提训了这个沈静晶 又在今天下午还要提训这个应小微 就要看看他有没有办法解释呢 这相关金流的来源以及去向 而且这根据周刊的报导呢 简连扣了威京集团的账策 还发现他们有两笔的公关费用 加起来超过4亿 分别是1.8亿元还有2.5亿元 而且就在金华城确定拿到那容积率840%之后 就有所谓的论功行赏的一个名策 当然论功行赏如果是集团内里面的人 那就是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论功行赏的名策里头 有台北市府的官员呢 这都是现在检方要去追查的一个重点 那么稍后待会在北检这边 有最新的进度会再随时为您做掌握 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在金华城的关键时刻点之后一个月 柯文哲当时在访美途中转机时手机遗失 周刊报导迷失的前一天 柯文哲人就在桃珠影园一对一的会见完了审庆金 时间交给主播敬意 好 但你掌握了这金华城案的最新发展 柯文哲会不会不只去过一次桃珠影园呢 好 他是之前在记者会上坦诚说他有去过桃珠影园 是因为大选过后他落败了 那大老板要慰绕他 所以就找了他去桃珠影园唱KTV 但是现在周刊报导了 根据桃珠影园的豪宅的这种会客记录显示 柯文哲还曾经单独去过 时间点就在去年的9月30号 也就是大选期间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豪宅 或者说其实不用豪宅房子就好了 你不是里头的住户 你进去的话都要等计 可能会写你的名字 手机 还有你去会客的时间 就根据了这样一个记录 还有紧连去比对了相关的影像 还有手机定位 就确认柯文哲他真的在去年9月30号 有去过桃珠影园 而且是这么巧 去了之后隔天 柯文哲马不停蹄 10月1号飞到了美国的西岸 要去参加科技产业之旅 那么就在转机的时候 是要从旧金山 转机到洛杉矶的时候 转机不是要过那安检吗 手机就这么不见了 不过那时候柯文哲其实相当淡定 他说好险我里面没有什么不雅的照片等等 还在那边开玩笑 但是倒是他的幕僚很紧张 那时候的说法是可能里面有一些党务的资料 有一些不分区的立委名单等等 所以呢 幕僚就很紧张把云端的备份资料 统统统删除了 但是现在回头看起来也起人一动 有一些绿营议员就质疑 是不是手机里头是有一些和金华城有关的资料呢 所以呢 这是一些灭证的动作吗 所以现在会去思考 在去年这个时间点 掉手机难道是故意丢掉的吗 开始大家去回想到这段过程 以及呢 好这个柯文哲 就单独在去年的9月30号 去了桃珠影园 建了审庆金过后 就是这个时间点 周刊报道了 是陈佩琪第二次呢 密集去ATM存钱的时间 第一次呢 是在这个柯文哲 和这个应小微等人便当会过后 那么密集存了150多万元 第二次呢 就在审庆金和柯文哲 单独会面之后 存了400多万 所以最新的周刊报道的金额 来到了600多万元 好那么现在检方 是不是就是要来查 这个相关的金额呢 因为包括审庆金 在今天上午最新 他又被呢 借提到了北检来问序 在之前呢 是在前天的时候 先是审庆金嘛 那么昨天是彭震生 柯文哲今天又轮到了审庆金 好关于相关的金额 会不会再度查到些什么呢 在北检这边有最新的进度 会再随时为您做掌握报道 把时间交换给彭内 自从柯文哲被搜索了之后 太太陈佩琪也连 代程为关系人 虽然目前检方将他列为证人 不过据传 他现在几乎没有天天回家 而是选择住在旅馆 而这样是为了躲避媒体 还是为了躲避调查 一家之主不在了 所以这家就不待了吗 从连检开始调查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案后 陈佩琪的行踪就很诡异 然后他打电话给我 我在外面 我说好那我就 我从旅馆要回去 就从旅馆回去的时候 我发觉他在灭什么证 他在厕所里面洗澡大号 自己都说最近大多住旅馆 是想避免出入不便 但10号中午一度有消息传出 陈佩琪被连政署约谈 他这才终于发布讯息 暴露自己的心中 强调目前人还在台北石大安区 没有接到任何司法单位 调查约谈通知 不过现在就有媒体人怀疑 随着柯文哲被收押 陈佩琪很有可能被转列被告 柯家的金流至今还是个谜 先前平媒媒体就爆出 建方目前掌握的关键 就是柯文哲账户内 收支不服的700万 而这么刚好 在他和硬嫂歪开便当会 以及金华城收到建照后 太太陈佩琪 多次带着白花花的钞票 到ATM存款 甚至还分批存进儿女账户 本人变成一个名人之后 我就很少去柜台了 用一个机器 对我来讲比价没有压力 没有人有像你有这样子的问题 为什么唯独只有柯文哲 有这样子的问题呢 一下说是收尾钱 稿费 演讲费 一下又说是小额理财 但这金额怎么样就是对不上 陈佩琪说法变变变 到底什么才是真相 无人知晓 现在家不回了 是真的躲媒体吗 还是怕连检再上门 同样有狠急的理由 却没人能挡得了 东森新闻 吴才显随欢 特有邀导 检方追查柯文哲的金流 发现了一个关键点 陈佩琪曾经在金华城岸 开了便当会之后的敏感点 用ATM存提款机 分了60次 存入了619万元 那么检方呢 今天也会再度提讯 沈庆金以及映小薇 连线给赵益姐 好主播带大家来关心 金华城岸 现在有5名在押被告 包含了科问者彭震生 沈庆金 映小为 还有映小为的助理 吴顺明 今天检方的动作呢 就是来借题 威京集团的主席 沈庆金 你看到沈庆金 他今天来到台北地检署的时候 他同样搭着轮椅 因为事实上呢 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 而且他在看守所 一开始接受 检方的询问的时候呢 他是直接跟检察官说他很热 他很想离开 那么今天借题完 沈庆金 有没有可能转为污点证人吗 就看他今天 有没有可能当庭认罪了 那么检方今天借题 沈庆金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科问者 他目前的金流账户 由一笔USB里面记载了 小省1500 这个1500 到底是下午3点呢 还是1500万 都是将由沈庆金 他今天的供词 决定科问者 他是不是有收贿的嫌疑 那同时呢 其实全案随着再压被告 他们一个一个被借题来 现在犯罪网络也逐渐的成行 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在去年10月开始呢 尤其是科问者的夫人 陈佩奇 她是存了462万元 分别存到他三个子女的账户 而且陈佩奇 他存钱的手法也是蛮怪的 他是呢 总共600多万 他分了64存 所以呢 他一次就去ATM里面 存放10万元 这样的存钱手法呢 陈佩奇 他一开始自称是他自己的理财方式 但是在简连逼问他金流 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呢 他去四度改贡 他一开始说是科问者给的 是科问者的演讲费 之后呢 又说这笔钱是民众的选举费 而后来他又说 哦 其实是孩子过年的压岁钱 最后他的说法是 因为他妈妈人还没走 只怕说他妈妈账户里面那些钱 如果继续放着呢 可能会变成遗产 所以他直接把钱领了出来 那么四度改贡的说法呢 当然简连都不相信 而今天检察官再次借提审庆金 除了要厘清 他给了易小为四千多万之外 他还有2.5亿元的公关费 真的是论功行赏吗 还是说这个钱有流向的哪里呢 今天就是检察官要提讯审庆金的重点 预计下午不排除再来提醒台北市员易小为 有没有可能易小为他口中会贡出金流 贡出更多的贡犯呢 都是要持续关注的主播